马路上常常会有大大小小的事故发生,而每次发生都有网友去找查,挑出自己觉得有错的一方,便开始谩骂。 就如同这两个人一般,肇事的一方没被责骂,受害方却被网友不断攻击,就算受害方有一定的错误,也不应该被这样对待,原来是在执行时,一电动车突然转弯撞向了轿车,导致电动车翻车,轿车也遭到一定程度的损伤,轿车车主急忙下来查看车的损坏程度,并与电动车车主协商怎样解决, 而就是这样一件没有人员伤亡的小事故,却给轿车车主带来了铺天盖地的谩骂,理由是轿车车主没有及时下车查看电动车车主的伤势,而且穿了高跟鞋开车,违反了交通法规,这个车主确实有错,不该违背法规。 而电动车车主显然没有重伤,状态还好,那轿车车主检查车的受损程度也没有错,本来电瓶车主都猛了,这可是才出来的宾利天悦,最贵的SUV轿车,最便宜的都400万,可以看女司机穿的鞋,心里瞬间有了底。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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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